Hello 大家好 我是Jan 今天这个影片呢 是要给各位朋友的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那它是一个大众能量的排卡解读 所以它不会符合每个人的现状跟细节 我会建议你听取 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讯息就可以了 那请记得 能量它是永恒持续在变动的 所以这些讯息有可能是过去已经发生 现在真的面对或未来会预见的一些状况 在我的频道 我会建议你参考你的太阳 月亮 上升 晶器之外 你也可以不需要局限任何的星座 或者是星盘的位置 你可以点选特别有感觉标题 或其他的星座影片 顺从你的直觉或跟随宇宙的指引 我相信在其他的影片也会有适合你的讯息 等待着你去挖掘 那我的影片呢 没有任何时间上面的限制 什么时候看见就是最适合的时间 非常欢迎你前后推敲两到三个礼拜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朋友们 那请注意啦 本频道呢是非常讲究灵活 运用妈妈生给我们的大脑 意思就是说 等一下呢 在排卡解读的过程当中 这些相关状况原事物 事件感受形容词 要请你能够自行灵活运用 去做一个替换 因为我没有办法具系迷移 去形容到每一个人的状况 但我会尽可能的去跟你说明举例 让你能够了解这个能量场上面的呈现 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 会按照排阵跟排域去解排的人 我是按照自己对于能量场上面的感知 身为一个传讯者去转化为文字 让你能够了解其中的内容 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能量浴室排卡解读 哈喽天蝎座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Jan 今天这个影片呢 是要给天蝎座的朋友们的 送中能量浴室排卡解读 那我们一样呢 会有这个十二星座的开场讯息 以及这个生活小贴士 可以提供给这个天蝎座的朋友们 做一个简单的参考 首先是呢 我感觉天蝎座的朋友呢 呃 我刚看到 不好意思 我刚刚有点卡住 我刚看到那个画面 很像是最近你好像特别喜欢吃 呃 那种什么 那种什么 就是炖肉啊 或卤肉饭啊 或者是那种五花肉啊 就是我看到都是那种比较肥的肉 这样子 OK 所以我感觉最近呢 你的口腹之欲好像还不错 蛮有口福的 所以呢 如果最近你身体就是觉得说 你想要补充这些东西的话 那我个人会觉得说 OK 那就去试看看 搞不好吃完之后 你身体会比较舒服 那你也会特别想要吃白饭 OK 就有点像是 那个什么 乳肉饭啦 就是白饭配那个很胖很胖 哈哈哈哈 但吃了不会胖 好不好 OK 好 来 那么第一个呢 要给天蝎座的朋友们的开场讯息是呢 我感觉这两到三周呢 你蛮适合呢 穿这种灰色系的衣服 OK 那种墨 嗯怎么讲 深灰色也可以 像这种 这种台卡深灰色也可以 或者是这种浅灰色也OK 我觉得都蛮适合你的 OK 因为我感觉呢 这两到三周 这两种颜色的这种能量 会让你稍微比较回归于中心 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外面啊 可能很多事情很繁杂 你比较能够稳稳的 在那边感觉到比较有一种平静跟稳定的状态 OK 那第三个呢 要给天蝎座的朋友们的开场讯息是呢 我感觉最近呢 你们某部分人也很喜欢纸意 纸是那个纸张的纸 不好意思 纸吃吃 纸张的纸 比如说你会特别喜欢折那种折纸啊 比如说像我们小时候会折纸鹤折星星啊 然后我也有感觉到有人在 就是不知道用那种纸做什么样的艺术品 OK 所以最近如果你刚好在学习 或你本身就很热爱这样的东西 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好吧 OK 好 那我们就准备来进入这个 这一次你的双周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这两到三周呢 你的挑战排卡是Temperance 这三组能量排卡分别是 过去现在未来的能量场 在我手中 你目前看不到可能会迎来的事件 是这个钱币试者 好不好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天使跟你说有什么样讯息 希望透过我来传递给天蝎座的朋友们 作为一个小小的参考 好吗 那也请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去感受你能量场上面的呈现跟细节 OK 好 听清楚的朋友们 我感觉你这两到三周呢 会稍微比较停滞一点点 停滞不是一个坏事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停滞需要你去调整 或者是去优化维修某个 你现在可能比较专注的东西 OK 这边呢 我来跟你做一个解释 这是你的挑战排卡 我把它放在现阶段的能量场 等一下呢 一起来做说明 因为它是互相对应的 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你抽到的是权杖八 抽到的是死亡排卡 还有这个权杖四者 OK 这三张牌卡放在一起是我会觉得说呢 你前阵子某某某某一部分小众的天蟹座朋友们 你们可能前阵子呢 就是有些人会接到一些小案子 但是这个案子呢 他们不好意思 他们纠正我说不可以讲小案子 就是你们接到一个案子 因为他们说大小对大家的定义不太一样 所以要不要我修正这个用词 OK 所以你们所接到的这个案子 比如说假设老板就说 那就以你为主 你就是这个头头 或你本身是一个自由接案的人 OK 就是我感觉呢 你们某些人对于你现在正在专注的 这个相关状况人事或这个专案呢 我会觉得呢 你好像会有一种来来回回啊 修修改改啊 然后怎么样 好像就稍微有点没有那么完美 或不尽如意 OK 但是我会觉得不是对方找你麻烦 或者是你做的不好 有一点像是说呢 这中间过程当中 这好像是一个必经的历程 那有一部分的人呢 我会感觉很明显的 就是你现在在着手的这个相关状况 人事与事件梦想或目标呢 他是在一个 怎么讲 某部分的人是草创 然后某一部分的人是 这个来找你帮助的人 他是希望你能够协助他做一个重整 好吧 比如说假设好了 因为我看到感觉很像是 有些人你们可能是网页设计师 就比如说假设这个公司的形象一直是这样 那他来找你帮忙呢 就是希望你能够帮他们的网站啊 重新架构啊 然后成为一个新的形象 类似像这样子 OK 那某部分的人呢 比如说假设你是网站设计师 他就是请你来 帮我加一个网站 好吧 所以呢 这种修修改改的 来来回回的这种不是说对方找你麻烦 而是说我们就是正在搭载 或者是搭建 这个我们想要看到的成果 这样OK 所以在过去的状况当中呢 我觉得你好像有点身负重任 或者是你自己就是在处理这一个东西的过程当中 我会请你稍微有一点耐心 OK 因为我个人会觉得说 这个并不是什么太复杂的这个状态 可能只是你会觉得 怎么搞半天怎么都还没有定案呢 这个部分呢 可能要稍微能够理解一下 好不好 那如果你现在在交手的这个人物呢 我个人也会觉得说 某部分的人呢 你会觉得说 奇怪了跟这个人沟通来啊 商量去啊 他们好像都 怎么说呢 好像有沟没通这样子 那我个人也会觉得说呢 其实呢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也是付出蛮多的心力的 OK 所以这个部分有点比较像 过去能量场发生的一些 类似的情境在里面 所以来到现阶段能量场 你抽到的是保健国王 抽到的是钱币三 还有这个钱币一 我个人会觉得说呢 这个来来回回 或者是奇怪这件事情 不太能够去推动 或者是你们在架构这个东西呢 第一 我觉得需要耐心 第二呢 我个人会觉得说 你们两个人都有各自坚持 觉得说 我觉得这个色调 比较适合我公司的形象 或者是你会跟他讲说 可是我觉得这样子的这个排 安排呢 可能比如说这样看起来 比较流畅感 比较好一点 所以我觉得呢 在跟你交手这个相关状况 人数呢 我觉得呢 你们呢 如果想要事情做得顺利的话 不要浪费时间在那边 我觉得你认为 为什么会这样跟你讲呢 原因是因为 你看哦 这个就有点像是说 跟你交手的这个相关状况人数 或你现在在忙的这个状案 就是上面一只手 下面一只手 这样子 OK 然后你们共同扶在这个钱币上 然后这边呢 这个人正在修修改改 这个 哦 这窗户要怎么设计啊 这要应该怎么摆啊 然后后面两个人就在那边东看西看 东看西看 就有点像说 啊 你这边摆不够正啊 这边有点歪歪的 可是我觉得这怎么样 好像不太好 这色调好像不太大 所以我感觉哦 牵涉在其中的人 都会有各自的立场跟意见啊 再加上这个钱币三 加上这个钱币一样 我觉得你们就有点像是各自一职 但是某一部分的人 我必须要跟你讲 来找你的这个业主啊 比如说你就是 我刚刚讲的那个网页设计师 毕竟他是业主 所以就算你觉得这样比较流畅 你觉得这样比较好 可是呢 你还是得听他的嘛 因为毕竟他这颗钱币比较大嘛 所以他就是出资的人 那我个人会觉得 如果你想要离开这样子 你会有点不耐烦 我会觉得说 你有完没完啊 要求很多 非常的龟毛这样子 那我会觉得呢 你要像这个宝剑国王一样 不要因为他是业者 或不要因为他是你主管 或不要因为你觉得说 这个人可能比较有话语权 那你自己本身就不把这个界限 或者是比如说 把这件事情说清楚讲明白 因为这个宝剑国王 是准备伸手去拿这个宝剑 这个我就继续延续 刚刚的例子给你听 那你们可以执行灵活 套用在你的生活当中 或遇到的这些人事物 比如说假设 这个业主就跟你讲 哎呀这怎么样 那怎么样 就像我前面讲的一样 这个时候呢 你可能就要跟他讲清楚 不好意思 我们帮这个案子呢 比如说 重新修改 就是十次 超过十次之后要付费 类似像这样 这个宝剑就有点代表 这样的意义 或者是说 你可以跟他讲 以我的专业经验 这边这边怎么样 怎么样怎么样 OK 那我们都是这样子在处理 跟这样子在设计的 OK 但如果你要求我 按照你的方式去设计 或按照你的要求去做成的话 那事后不好意思 我们可能不会承担这个 就是事后需要维修的费用 或者是 就是我们不会免费帮你维修 或者再免费帮你调整 就有点像是 你要跟他讲清楚 如果你这样做 事后如果有任何状况的话 不好意思 这个是另外一笔费用 这个宝剑呢 就有点像是说 你没关系 你可以按照他的 我们速度快一点 但你就跟他讲清楚说 你的这个状态是什么 要求是什么 原则是什么 那你们负担负责的部分是什么 这样 所以你注意看 这个Temperance 就是你的挑战牌卡 OK 你去想 这个天使在这边取水 而且是取两杯水 两杯水的意思就是说 你就是要想办法 让身在其中的这些 相关状况源之物 两个人我们可以达到共识 或者说我们可以互相欣赏 意思就是说 他听你这样讲 好像也不错 对对对对 你这个专业意见很重要 OK 好 那我斟酌一下 我想一下 好吧 那我们就这样吧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怎么样 我们就这么做吧 所以你的挑战牌卡 有一点像是说 在一个合作的机会的过程当中 或跟这个人交手的过程当中 除了能够有各自的观点之外 能不能够让彼此的 比如说想法去做一个融合 最后 通过这个挑战之后 你们可以让这个东西持续进行 OK 因为我觉得在这边大概会有一阵子是有点像在建立 有点卡顿的状态 所以在未来的状况 你才会抽到这个权杖六 还有这个女祭司 还有这个月亮牌卡 OK 这三张牌卡就是这样子 你看 最后来找你这个相关状况元素 他说太好了 当初还好我听你的建议要这样这样这样 还好没有浪费钱 没有浪费时间 真的太感谢你了 所以这个人会把这个皇冠挂在你的头上 所以我觉得你的这个有点像说 你最后呢 被赞赏或对方看到你的专业 或你的优点是比较在后面一点点的 所以这边稍微可能要花一点心思跟心力去突破它 所以在未来呢 这个女祭司跟这个月亮牌卡 你就会觉得说 我的天哪 终于卡顿 你看到他很像喘一口气 这个月亮 然后吐了一口气之后 前方这个道路呢 就被有点像说 就被这个月光照亮了 对吧 OK 那女祭司的意思就是告诉你说 你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你也学习到了很多 怎么样去处理你自己内在情绪的这个 我觉得算是诀窍吧 情绪控管 情绪控管 然后呢 但是你也不会说 因为自己的情绪上来 可是这个专业的东西 你可能就会觉得不高兴或不快乐这样 所以我感觉呢 你一边在发挥你的专业之外呢 发挥你的才能之外呢 我个人觉得你也学到情绪控管 这一块也蛮重要的 是在未来这个能量场上面 OK 然后呢 你也懂得 这边还有一个小众讯息 就是你开始懂得 如何跟这种比较龟毛的业主合作 或者是比较龟毛的同事 或他有他的立场 讲不听 你开始知道说怎么样去说服他们 这也是你在 未来会学掉的技巧之一 那目前你看不到 可能会迎来事件是这个 钱币试者 OK 那这个钱币试者呢 就是你注意看 他旁边全部都是这些太阳花 所以呢 我会觉得说呢 在未来你会不仅是赢得这个还不错的合作的这个状态之外呢 最重要是你还会实至名归 这个钱币给我有种感觉 有点像说 是你自己去迎来这个场面的 业主喜欢你 你也得到应有的报酬 你又可以发布你的专长 然后你也会学到情绪控管 或怎么样去处理这样的人际关系 所以其实我觉得 天生座的朋友们 你是比较蛮偏向一面的 只是这一边呢 我觉得蛮卡的 可能需要 你稍微冷静一点 好 那我们就准备来看一下这个宇宙验证牌卡 好不好 来 不管是新朋友或老朋友 我都会非常推荐你 你看哦 一定要来看宇宙验证牌卡 马上就来验证了 好的 然后呢 宇宙验证牌卡 不仅会来验证我刚刚所说的这个能量场之外呢 有些时候呢 它会就像我刚刚讲的 它会重复出现一串牌卡 然后呢 会来验证 说这个是很重要的哦 所以呢 你可能要特别注意这个地方 或者是特别去做这个准备 好吗 好 那我们就准备来看看 来 听先做的朋友们 在过去中文当中 你求到的是这个圣杯酒 OK 这个圣杯酒就像我刚刚跟你讲的 这个案子啊 人家来找你啊 你想推 推不动 又要改 又要弄 对不对 你看哦 这三个小朋友啊 在这边堆积木啊 吃饼干啊 对不对 他在这边就是在搭载这个城堡 你有看到吗 我刚刚跟你讲 你好像在架构一个什么 所以我觉得 刚刚我有读到一些人 你们可能是网页设计师 就是在架构 我们还在琢磨啊 这个城堡怎么盖比较漂亮啊 我会喜欢啊 什么叫做我会喜欢啊 就是上面这个圣杯酒 就是我们三个都会觉得 啊 这游戏好好玩哦 这样子好漂亮哦 我觉得这样很棒 你看我的这个城堡多坚固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就是在描述你过去的这个状态 OK 那来到这个现阶段能量场 你注意看 来 你抽到的就是两张钱币一 OK 我刚刚有跟你讲 这个出资的 或你上头的管理位阶 或你觉得比较有话语权的那个人 就是这样子的 他就是手中握有这个东西 所以他们说呢 其实这边你还在学一个课题 就你不需要为强权低头 对吧 OK 这个人为什么拿钱来找你呢 或者是为什么要给你这个案子呢 或者是为什么要信任你 重用你呢 来 你注意看 我给你钱 你想办法去帮我 盖好这个城堡 我带我去这个城堡 对吧 OK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 这个人哦 他不是 比较不像是刁难你 他可能是赏识你 可是如果在这边呢 你被你的情绪 就是有点影响的话 你可能就觉得这个人很麻烦 所以来到 等下 他们就回 所以来到这边呢 你注意看 这个是保健酒 跟我刚刚讲的那个temperous 你就觉得烦死了 就像这个保健酒一样 这个案子要搞得 我真的是 吃也吃不好 睡也吃不好 我要想办法 这边跟他融合 这个人际关系 所以这个就是 刚刚我跟你讲的 你要通过这个考验 通过这个课题 你要如何 让你们彼此达到一个共识 但是不被情绪困扰 这个保健酒 就是情绪困扰 就是我刚刚前面跟你讲的 来到未来呢 你抽到这个能量场呢 这边验证的牌卡是 圣杯女王 你注意看哦 这个圣杯女王呢 是拿着这个圣杯 一直看着她的 对不对 OK 然后你看哦 这边呢 非常有趣 来 你看 这边是有个猫头鹰在这个 这样看到吗 这边是有个猫头鹰呢 在这个圣杯女王的后面 这边呢 还有一个妈妈抱着一个小孩 这样子 OK 我觉得这段牌很明显 就是在讲一件事 就是你看哦 我的天哪 我这个圣杯就代表的是情绪嘛 对不对 我呢 还要有智慧啊 在跟你在这边 控制我的这个情绪啊 对不对 然后呢 好像还要用智慧 去哄这个孩子 跟这个业主讲 你是怎么样 跟你的主管商量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 我的天哪 这一碗 我这样讲 这个饭碗也太难捧了吧 你懂我的意思吗 但是你不要担心哦 我觉得你捧得很稳 捧得很好 OK 因为在未来 你目前看不到呢 这个验证牌卡在这边 这个是一个命运之轮 OK 我觉得呢 也是因为你捧得好 这个命运呢 当然就会按照你的 这个薪水进转嘛 所以你注意看哦 这个命之轮呢 会因为你的努力 然后因为你去得来 所以我个人会觉得 其实这个案组呢 就一直说 现在跟你合作这个人 或你这个主管呢 反而会透过这一次之后 会变得很赏识你 你可能也会因为这个人 他去帮你介绍 会更多人来找你啊 所以我个人会觉得 这是一个蛮关键的时刻 那某部分很小众的天蝎座朋友们 你们应该是在自己创业 这个创业的意思是说呢 这边特别要请你们去注意 有关于这个顾客服务的部分 我总感觉 某部分在创业的天蝎座朋友们 你们会遇到顾客服务的问题 所以这个顾客服务 如果这个难题啊 你在这边处理的好 来到后面呢 我告诉你 你会迎来的是你的名声 甚至后面的一些展望 或者是一些 额外的这些收入的机会 所以这边呢 是给非常小众的 这个天蝎座在创业的朋友们 做一个参考 所以耐着性子 好不好 像哄孩子一样 OK 所以呢 我个人会觉得 这个关卡呢 应该就比较容易通过 好吗 天蝎座的朋友们 那也欢迎 所有天蝎座的朋友们 来追踪我的IG 收听我的广播 订阅我的电子报 我在其他各大品牌 都有不同的资讯 提供给大家 那最后呢 我们要提醒大家 我们宇宙小学堂 夏季一年二班 即将要截止招生了 OK 如果你对于 自我成长有兴趣 对宇宙法则的 这种线上课程 有兴趣的朋友们 在我们影片下方资讯栏 我们有简易的说明 跟连结 也欢迎你来报名 那以上 希望天蝎座的朋友们 你们也会喜欢 今天的影片 以上就是今天的 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我希望其中有一两句话 能够帮助到你 这就是我最想要 做到的事情 当然 如果有符合你的故事 欢迎你在下面留言 跟我分享 我都会尽快去 回复你们的讯息 那我是Jen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